早上我们离开格林德瓦小镇下面的房车营地 昨天少女峰还是晴空万里 今天阴雨连绵 云雾缭绕的少女峰变得更像仙境一般 今天我们的行程有200多公里 从少女峰下的格林德瓦到日内瓦的湖边 我们走的一二七高速公路 瑞士现在的高速也都不收费 除了少女峰所在的山区 特别是过了英特拉肯小镇之后 天气就逐渐变得晴朗 高速公路两边的景色变得也越来越漂亮 在瑞士旅游如果是改时间就走高速 如果不赶时间就可以走一些普通的公路 景色会比高速更加的漂亮 随时可以停车下来欣赏 高速就不行了 虽然不收费 但是你没有停车的位置 只能一直往前走 过了瑞士洛桑 离日内瓦就很近了 我们忽然看见 日内瓦湖边的山坡上 住满了葡萄 经不住美景的诱惑 我们驶下了高速 拐进了葡萄园 成片成片的绿色的葡萄园中 点缀着白墙红瓦的浓舍 好一派的田园风光 欣赏着瑞士的乡村美景 我们不知不觉中进入一个小镇 小镇非常的干净 街道两边的房屋也是五颜六色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小镇叫罗勒 位于日内瓦湖和拉科特地区 洛桑之间的日内瓦湖沿岸 临近罗勒山 以其果香可口的白葡萄酒而闻名 罗勒是一个只有六千多人的美丽小镇 一山傍水古朴幽静 据说著名的一级方程式赛车首书马赫 就住在这个小镇上 著名车商英菲尼迪也把他们的欧洲总部设在这里 可见这个湖区小镇的魅力所在 镇中心的罗勒城堡非常引人注目 它是大型的中世纪城堡 建成于13世纪 我们在欣赏城堡的时候突然发现 在离这个城堡的很近的日内瓦湖边就有一个房车盈利 我们进去一问 还有车位 价格也不贵 一辆车两个人每天是40多日是法郎 和人民币是300左右 我和老婆一商量今天就不走了 这个房车营地就坐落在日内瓦湖边风景秀丽 这么好的美景怎么能错过 这就是房车自驾游的优势 遇到好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停下来好好欣赏一番 关于这个房车营地的具体的位置和名字 下次出视频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吧 請订订阅sectio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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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f